新年一开始不少民众会到庙里头点光明灯 祈求来年能够胜利安康 而燕山彩色印刷董事长林若如 为了响应花莲市公所路灯任养计划 特别邀请了身边好朋友 把这份对神明的敬意化为照亮花莲市街头的大爱 没想到短短一天就有15个单位及个人 要任养一年160盏的路灯 花莲市公所自从推动任养路灯做公益活动以来 就陆续受到许多企业民间团体爱心人士的响应 在今年新春过后又有15个单位及个人 要来任养一年160盏的路灯 而这些散心人士全都是燕山彩色印刷董事长林若如 和沙利好时总经理刘琼如号召而来 我们起先的发想是因为每年的过年 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命盘 然后去补太岁或是光明灯 还有招财灯 那我们心想说把我们这样的一个 对神明的一个敬意跟尊重 把它转换成我们对花莲的大爱 那也希望说我们用小小的力量 能够点亮花莲的路灯 所以我们几个姐妹就刚好谈起来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idea还不错 真的也很意外说兄弟姐妹在 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凑处16万160盏灯给花莲市 那我们也真诚的希望用我们的爱 然后来点亮花莲的路灯 那我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 能够引起花莲市民或是我们花莲的商家 能够一起来重视我们用路人的安全 然后击沙城塔 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尽自己市民的一份力量 来爱花莲 花莲市长渭嘉贤在26号上午也特别颁证感谢状 并且表示花莲市共有8900余展路灯 每年的电费及管养费用高达将近2500万元 造成市库沉重的财政负担 十分感谢各界热心响应任养路灯的活动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15位的花莲在地的爱心企业家 那他们平常不只是做公益之外 也会帮社会来做很多需要帮忙关怀的一些事物 那今天谢谢若如姐还有我们非常多的三星人士的一个共襄盛举 让我们路灯能够点亮起来 他们的起心动念就是希望有一个平安回家的路 让大家都能够走向自己应该走的方向 而且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那有介于过去可能在其他的县市有发生过 路灯没有亮造成了孩子不幸发生了意外 那我们真的希望每一盏路灯都能够保障每一个孩子的安全 再次要谢谢我们花莲这么多有爱心的企业家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够共同到 这些企业家的店里面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那也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们在未来每一天都能够幸福快乐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财政客长张秋慧也表示 市公所会把应有路灯任养人或任养公司的行号贴纸 贴在任养人指定的灯杆上 另外还可以将任养路灯的缴费收据 作为所得税扣角捐赠之用 而目前任养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友善性的民众可以拨打03-8322-141 转分机171 洽询于小姐或亲自前往花莲市公所财政客 一起点亮花莲市的灯火 照亮花莲站 记者薛丽琴花莲市报导 在斯� за друз du 闵 establishing 旧 未来 正 禁定 旁